11月5日是美国大选投票日 川普和哈里斯也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在美华人应该将票投给谁呢 有朋友说他将投给哈里斯 因为今年的选举可能改变历史 将诞生一位女性总统 也有朋友说将投给川普 他认为川普两次逃过暗杀 是天选之人 一位朋友决定将票投给哈里斯 因为他认为川普有独裁倾向 是美国民族制度的破坏者 另一位朋友也决绝地要把票投给川普 因为他认为川普保护美国人的利益 将驱逐非法移民 总之将选票投给谁 事关美国和世界的未来 为什么说世界的未来呢 因为普京和习近平也都在等待着选举的结果 川普上台 乌克兰面临失去援助的威胁 台湾面临大陆 武统的威胁 当然了 也有朋友会有另一种说法 这哈里斯上台会延续拜登的政策 纵容中共做大 世界将会更乱 因为川普时代世界并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可见美国选举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美国的国界 您手中的一票至关重要 一个问题无法回避 川普哈里斯究竟应该选谁呢 澳门大学哈治东教授在中国民主记刊发表文章 第三波维权化回潮 美国大选与美国危机 他在文章中谈了自己的看法 仅供您参考 您应该完全凭着自己的意愿 去投这一票 郝教授认为 不应该将票投给川普 理由如下 一 对民主制度的破坏 第一 2020年 川普在既需掉选举人票 又需掉普选票后 仍不服输 仍为选票被民主党偷窃 川普发动了自己支持者进攻国会 企图阻止国会投票认证程序 他们在全国各地发起了60多个诉讼案 几乎全部败诉 这在美国近250年民主选举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除了1861年和1865年美国内战之外 几乎绝无仅有 第二 川普两次被众议院弹劾 在四个刑事案件中的 一个已经被陪审团判决有罪 在涉嫌性犯罪 商业欺诈犯罪 几个民事案件中被发现有罪 并被处罚巨款 这样一个罪犯 居然可以被美国两个大党中的一个党 选为总统候选人 58%的共和党选民 似乎不在乎自己的候选人是否犯罪 如果川普被选为第二任总统 无疑不要制作美国威权化的加强 第三 如果川普当选 他可能会在威权的路上狂奔 在他第一个任期内 曾经宣称宪法给予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 下台后他宣称要废掉宪法 使得自己一旦再次选举上 可以连任总统 在竞选演讲中 川普甚至说他一旦上任 就会把一切权利搞定 共和党的选民在四年后就可以不参加选举了 其实他在台上时就羡慕 中共领袖习近平修宪 以便不受宪法限制 而连任的做法 他问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 这完全是走向独裁的节奏 在最高法院给了总统几乎不受任何法律 约束的权利后 川普更加有时无恐 在这次竞选活动中 他屡次发誓在第二任上会报复那些曾经迫害 这是打引号的啊 迫害过他的人 包括弹劾过他 处理过他案子的司法人员 审判过他的法官 以及拜登总统等任何他认为是自己敌人的人 在联邦政府内的工作人员 凡是不忠诚于他的人 或忠诚不够绝对的人 这话咋听起来 那么耳熟呢 就都啊 会被开除 他甚至宣称 那些不支持他的公司老板们 也应该被开除 他一旦上台 是有办法做到的 这一点啊 我们也似曾相识吧 川普的律师在为他辩护时 曾经说 总统可以暗杀自己的政治对手 而不负刑事责任 川普的智囊 法乌特认为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宪法时代 川普的第二任 也要推进激进宪法 把联邦机构的权力 集中在总统的手中 进而重新定义 非法移民 入侵美国 各州可以使用武力自治 川普和他的智囊米勒说 在第二任期 他们要遣返 川普认为在 毒害我国 写业的 2000万非法移民 挨家挨户搜查 无证居民 至少先把他们 集中到一个 临时居住地 想二战时 把日益美国人集中起来 一样 不惜撕裂家庭 毁坏社区 他们 出生在美国的孩子 也将被剥夺 公民权 拒消护照 社保卡 不能享受任何 政府福利 川普说 这些从亚非拉 中东等地 来的移民 是刚从监狱里 放出来的罪犯 恐怖分子 或者从逢能月 放出来的病人 讲这一种 我们从未听说的语言 正如川普的 另一智囊 班农所言 我们将把联邦政府 十个粉碎 无论你喜欢 还是不喜欢 这听起来啊 好像是我们之前 所谓 砸烂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的 革命 口号 如果说在川普 第一任期 还有些政务官 事务官 会竭力阻止 他的一些 过激的行为 那么在第二任期 他已经充分 接受了 第一任期的教训 只会认明 他自己相信的 忠诚于他的人 于是司法部 联邦调查局 国税局 各种情报机构 都会失去独立性 会听命于创 去迫害他心中的 第一人 二 得司法制度的破坏 人们或许可以说 法律可以制止暴政 和独裁 但现实并非那么落官 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法官 在最近些年来的判例中 屡屡支持 有害于公平选举的行为 最高法院 2024年2月28日 接受了关于美国总统 是否有刑事豁免权的诉讼 也就是川普涉嫌煽动 他的支持者进攻国会大厦 是否可以以被告上法庭并判罪 结果最高法院在接受审理该案两个月后的四月底才开庭 一直到7月1日才判决 最高法院对涉嫌川普案件的判决 填平倾向于川普 使得总统煽动他的支持者进攻国会案 在大选之前无法开审并判决 使一些选民无法确定川普是否犯罪 从而增加他们投票支持川普的可能性 更有甚者 最高法院占多数的保守派法官的判决 几乎给了川普及其后任 相当于一个独裁者的权力 及任何公职行为都不受法律的追究 如此一来 正如此反对意见法官所言 如果总统指使军方暗杀自己的对手 策划政变 接受贿赂赦免罪犯 统统可以看作是公职行为 而享受刑事豁免 那这和独裁国家还有什么区别呢 法治是任何民族制度的基石 如果司法不公 如果总统可以犯罪而不受惩罚 如果司法在民众心中失去信心 如果司法变成维权统治的工具 民族制度就将不复称赞 使独裁倾向 鉴于川普对独裁政权的憧憬 对独裁者的敬仰可以推断 如果他再次当选 会继续原来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 和民主国家保持距离 2018年在赫尔辛基 川普和普京共同召开记者会 川普说他相信普京没有介入美国大选的说法 而不相信自己情报部门的结论 他说自己和金正恩是好朋友 拜登几次宣称 一旦台湾被入侵 美国会出兵护台 川普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甚至暗示台湾要自求多福了 之后又说台湾应该交保护费 因为美国就像一个保险公司 关于俄国战争 川普也说他一旦当选 战争就会结束 言下之意 他会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 迫使他放弃自己的领土 以此达到和平的目的 正如他自己所言 如果北约其他国家不按照他的要求 提高军费等等 他会让俄国为所欲为 想侵略哪个国家 就侵略哪个国家 美国和其他国家定立的条约 他随时可以放弃 一个声称和金正恩相互准重 相互乐爱 情投意合 保持美好关系的创作 不可能对民主有什么信仰 他对中国包括香港民主化 也没有兴趣 一个维权化的美国 只会使世界变得更加混乱无序 核军备竞赛 核扩散会加强 与欧洲和亚洲的贸易 战争会扩大 各国政治经济 与社会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已经维权化的国家 会进一步加强 维权化 第三波 全球性的维权化时间会持续更长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 美国制度并不是一建成 就可以高枕无忧 2016年 川普竞选总统时 不少人说 不要担心川普 美国政治制度只完善 不会让他胡作非为 实践证明 这个想法过于天真的 民族除了要建设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之外 还要精心构建 并维护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 包括得自由 平等 人权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思想和理论的建设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些观点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 而维护与完善民主的方式 只能是和平与理性 而不是暴力和激进 有些红线 比如犯罪 暴力 谎言 是任何政党都不能逾越的 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否则就没有了三权分立 相互制衡 就成了独裁 以上是好之东教授文章的主要内容 不知道您是否赞同 对于我而言 我可以说 我赞成其中一部分 但是也认为 有一些部分 说的似乎过于严重 我们可以看待美国这种政治 宪政制度 我一般的考察四权 也就是总统权力 即使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 蓬佩奥 恒斯 博明 还有一系列像巴尔 司法官 司法局长巴尔 都对川普的这种违宪行为 进行了制约 其次呢 我们要看国会 国会两次 弹劾川普 佩洛西 堪称英雄 其次我们看司法 刚才郝教授说到 川普对司法的破坏 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 支持川普 但是他也应该看到 在最高法院 也驳回了川普 很多的诉讼案件 特别是针对 所谓偷窃选票等等 都没有给予支持 所以我们对美国的司法 还是要保持信心 事实上 尽管川普任命了 几位独 叫保守派法官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美国人的眼里 这九位大法官的地位 其实远远高于川普 其次呢 我们还要看待 私 我们舆论 我把它称之为第四权 舆论在整个选举的过程中 都是对川普的违反宪法的行为 都是予以谴责 应该说还是旗帜鲜明的 所以说啊 民主它不是温斯的花朵 我们不能说 美国建立了民族制度 就不会受到冲击 所以我的看法是 无论您投给谁 这是您的宪法权利 即使川普再次当选总统 他也没有能力去撼动 美国的宪政制度 我们对历经 250年民族选举的美国宪政制度 应该保持信心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